二战结束后,刚果的士兵从法国回国,他们穿着最新的巴黎时装举止优雅,还成立了一个名为氛围者和优雅人士的协会。 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刚果的花花公子,喜欢颜色鲜艳的服装,佩戴金表和墨镜,只要他们出现,周围就会充满欢呼声,人们称他们为小区的骄傲。 参加协会的人必须有不同昂贵的服装,马克西姆就是其中一员,他有妻子和孩子,生活美满幸福,他会为了买一双韦斯顿的名牌鞋攒两年的钱,理由就是这是成为花花公子的必需品。 如果他的钱没花在服饰上,那些钱足够他买下一块土地,但受过良好教育并且追求史上的他,为了尊严不得不买下一双价值不菲的皮鞋。 这些男人出门前打扮的时间,比女人还要长,尽管被一些人嗤之以鼻,但他们不在乎。 协会的前身只是一场聚会,从法国回来的战士们每个星期天就会聚集到一起,穿着他们买来的漂亮衣服鞋子见面,这都是为了炫耀,争论谁穿得最好。 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了协会,开始招揽其他时尚达人,得以传承至今。 埃尔维斯是协会拉萨布辞典的作者,他在一段采访中换了两套衣服,他说协会里的人不能使用宴品,因为大家都有鉴别假货的能力。 在这个绅士的小社会中,他们有着自己的沉思和服装理念。 卢孔特罗也是协会的一员,他对自己的服装有着很好的保护。 协会成员巴卡丘卡也是一身名牌出行,他的爱好就是蛮喜欢的名牌服装,从不在乎他人的眼光。 布拉柴威尔是刚果的南部地区,这个小区是众多协会成员聚集的地方,每个人都互相展示着他们的衣着和配饰,这就是竞争存在的地方。 得到别人的认可是荣誉,这个撑着伞擦着皮鞋的男人是赛维林,走路的姿势有点像卓别林,帽子和烟斗是他的标配,他拥有的衣服也很多,每一件都是他的珍藏。 他是一名公务员,赚的工资几乎都用在购物上,为了进入协会,他申请了四次,第一次贷款满衣服就花了8600美元,第二次是6500美元,第三次是8000美元,都只是为了满衣服。 他有姐妹,也有自己的孩子,他的姐姐在很远的地方工作赚钱,身为家里的顶梁柱,却在到处带款满衣服,这是会被家人诅咒的,所以赛维林没有告诉他们,谁也不会知道他的一双鞋就是3800美元。 这些人很擅长在生活贫困中花一大笔钱让自己看起来像百万富翁,周围人的夸赞和错拥让他们仿佛身在云端,这种虚荣带来的满足感令人上瘾。 但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,刚果的布拉查威尔的人民都在受苦,他们感觉自己像奴隶一样艰难的生存,即使在利比亚这样的国家都有自来水,而这里却没有,家家户户只能来这个地方接水。 这种黄色的酱料是棕榈子酱,是用棕榈种子熬制而成的,很多人都喜欢吃这种酱,在森林里就可以找到,放在市场卖的话也能卖出一定价格。 这里没有交通工具往返村庄,所以大多数想吃就只能买,没有汽油生火,所以就使用木屑。 马克西姆弹起了自己的朋友买彩票,中了11800美元,都挥霍在了买衣服上,最后什么也没有,除了衣服。 还有自己的哥哥,本应该继承父亲的生意,养货家族,但哥哥也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衣服上。 父亲还在室的时候,公司还有五六个工人,哥哥那时候认识一些穿着时尚的人,还是收银员的他,被那些人诱惑了,他开始学会了偷东西,从此父亲的生意也一落千丈,后来没钱了才知道反省。 马克西姆在2010年创办了学校,在他被当选最佳画画公子的时候,他觉得很失望。 那场比赛有32个人参加,他们在同一天下午四次登台,那也是刚果第一次举行这样的比赛。 马克西姆在比赛上花了很多钱,就连他的妻子也很反对他这么做,主办方答应会给胜利者2700美元和一个月的法国旅行,但是他们没有遵守承诺。 后来马克西姆就创办了工编危机协会,他想通过自己的醒悟,却唤醒还在执迷不悟的花花公子。 为了那个所谓氛围者和优雅人士的协会,牺牲自己的人生还一无所获,是多么不知当的事。 马克西姆成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,现在他穿的都是自己设计的衣服,他想发展艺术,成为创造者。 其他加入工编危机协会的人也对制造很感兴趣。 他给大家讲课,说昂贵的衣服不是优雅和时尚的代名词,人们不该谈谋虚荣,也不该抛弃家庭。 在力所能及的范畴内,买到适合自己的穿搭才是艺术。 不管你是谁,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变得更好,只要努力,充满希望,就可以拥有自己的未来。 不要为购买昂贵的东西做出过大的牺牲。